花蓮吉安一名严姓袁警被指控他为了4万多块钱登门暴力讨债 这名有毒品前科的男子公称说他被袁警吸收当献民 但疑似供出了线索有误导致双方起了纠纷 被袁警找了5名友人闯进家里头对他拳脚相向 而目前这名袁警移送地检署 警方也会持续查清是否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马路旁的人行道聚集了好几个人 其中一男一女走向轿车旁窃窃私语 男子疑似想要低调蹲在车旁仰着头继续与女子谈话 男子的行为会如此诡异 原来他是吉安分局的袁警带着多名友人向被害人母亲商讨债务 前往情信民众租屋处所讨欠款 招民众提告伤害以及恐吓案情 根据了解证明严姓袁警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 私下与曾经抓过的毒品人口情信男子联系 严姓袁警给情信男子数千元到上万元的金额 想用钱来换取毒品线报 时候不满情信男子的讯息有假 3号凌晨伙同其他5名友人 其中两位还是资源人口到毒虫家中追讨债务 而情信男子指控严姓袁警带人暴力讨债 涉嫌殴打甚至逼他抢签本票 吓得打给母亲求救 情信男子的母亲答应协助儿子还款 严姓袁警与友人才肯离开现场 目前来讲严姓袁警他是否认说 有这个去追讨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为了要厘清案情 还是以报警警察官来做一个厘清 但严姓袁警否认私养宪明 公称只是一般借贷 借出四万两千元给情信男子 是对方不还钱才会上门讨债 强调只有和情信男子的母亲协商还款方式 并没有实施暴力或是抢签本票 目前警局督察系统已经介入调查 如有违法违纪的情势 本局绝不护短 那也将会持续来加强远警各项的风机要求 严姓袁警今年7月才因为开警车 在通缉犯返回派出所时 不慎撞上骑机车的陈姓妇人 导致对方身亡 被依过失致死罪移送 这回饲养毒虫当宪明 导致双方演变成债务纠纷 涉嫌恐吓伤害 惨遭警局韩颂法办 记者林谦一 徐丽琴 花联报导